其实明星在娱乐圈里改名字太正常不过了,有的是为了贴近自己的容貌,有的是为了更好的被人们记住,有的是因为自己的原名没有代表性。 所以,明星的名字究竟是不是真的很土呢?真的会影响人气吗?名字真的会让人对他印象更深吗?说起名字有点土的明星里,其实还有很多老一辈的演员,名字都是比较简单质朴的,比如女演员陈红。 即使是普通人叫这个名字也是非常一般,别说是一个大美人叫这个名字了,不过也正因为如此,陈红的美貌将这个名字,赋予了一种搭气端庄的感觉。 胡军和陈红差不多,都是普通人名字里最普通的那种了,不过因为胡军本人太慢,使得这个名字看起来也十分有气魄。 赵丽颖作为内地流量女星出道时也演了不少龙套角色,所以她的名字似乎也一直没有机会改叫,即使后来大火了,也依然有这个名字。 虽然有点吐气不过听久,倒是有点可爱了,蒋青琴当年成名时用的是琼瑶为其更改的水灵艺名,现在看来真是太贴合蒋青琴的容貌了,精纯又端庄,不过回归内地工作后,蒋青琴渐渐开始用自己的本应了。 除了内地演员,很多香港艺人的名字,也是听起来有点土,比如刘德华,郭富城,梅艳芳等等,只看名字真的很有年代感,不过一看真人就知道,即使一样的名字,没有那样的颜值也是白搭啊。 不过,有人即使改名字,也是改的让人只喊扫狗粮,那就是唐一新和男友张若云。 据说唐一新原名唐婷,是个不能再普通的名字了,不过后来在男友张若云的建议下,改成了唐一新。 更没想到的是李一峰的原名竟然叫李赫,也就是诗人李赫的那个李赫,但是后来李一峰的母亲怕这个名字不吉利,所以为儿子改为李一峰,改名中比较有个性的是海青。 海青原名黄仪,改名字是因为她希望自己在如此复杂的娱乐圈中,仍然能像海水一样清澈,所以才叫海青,真的是很有意义了。